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是前几天才看的这个电影 看完之后就觉得里面小狐狸的造型 真的是超级的妖魅又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它的妆容特点是比较明显 很容易抓到特点的 那现在就开始跟我一起画这个妆吧 那底妆的部分呢 我是选了两个粉底液的颜色调和在一起 调了一个比较适合我自己的颜色 我本身的肤色也是比较偏深的那种 所以就是调了一个偏黄调的粉底 因为小狐狸的肤色也是自然的 不是像白蛇那种比较白的肤色 所以底妆的部分就是自然一点就好了 接下来就是用遮瑕 遮盖一下黑眼圈以及提亮的部分 用的量一定要稍微少一点 比较轻薄的画在黑眼圈以及提亮的部分 然后再用海绵蛋把它拍开 定妆呢我用的是这个罗拉的散粉 这个粉质是比较细的那种 用它定完全脸之后就有种很柔光的感觉 眉毛的部分我依然还是用的这个卡奇色彩的眉笔 其实小狐狸的发型是可以把眉毛盖住的 所以眉型看起来就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里面其他人物的眉型几乎全是非常平的那种 所以这里的眉型我也是画了一个比较偏平一点的眉型 我依然还是喜欢画眉型之后 再把旁边的杂毛给修掉 然后我又用了一个黑色的眉笔 把眉毛的后半段给加深一下 因为小狐狸的眼妆比较长一点 所以眉毛也要画的稍微长一些 接下来眼妆的部分颜色也是比较单一的 先试整个大面积的桃粉色 这里我实现用了一个显色度不高的桃粉色 先给眼部打一下底 画一下轮廓的形状 它整个桃粉色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眼尾是上扬整个飞出去的 然后眼下的后半段位置也要整个戴上 接下来整个眼妆大面积的部分 都是用这个显色度比较高的桃粉色 先从眼尾一点点向前晕染 后面的部分也是要定出来一个 比较明确的上扬的形状 后面的颜色要越来越浅 要有一个比较自然过渡的感觉 边缘的位置可以用一把干净的刷子晕染 然后换一把比较小的刷子 加深眼尾以及睫毛根部 还有眼睛下面的位置 下半部分的后半段颜色也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用这个裸粉色来过渡一下 眼睛前半部分的位置 接下来用这个棕色来画一下眼睛下方 类似卧蝉的这个位置的一条线 小狐狸的这个部分是非常明显的 看起来眼睛也会非常的大 然后用这个米白色来画一下刚刚画的这个卧蝉的地方 这样眼睛就会有大一倍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黑色眼影的部分 也是从眼尾一点点向前晕染 整个双眼皮以内的位置都是黑色的 黑色的眼影是不太好晕染的 所以一定要少量多次的晕染 眼尾的位置也是要有深浅变化的 到后面的部分就要越来越浅 这个部分一定要耐心一点 画完整个形状之后可以用刚刚那个桃粉色把边缘过渡一下 然后还是用刚刚那个米白色来提亮一下眼睛前半部分以及眉骨的这个位置 眼睛下半部分的后半段也是要画一些这个黑色的眼影 然后用刚刚的那个棕色来画一下类似双眼皮的这个褶皱 接下来用一个黑色的眼线叶笔也是要画一条非常上挑的眼线 接下来就是要在眼头画一个狐狸眼妆非常明显的一个眼角的形状 然后用黑色的眼线叶笔把眼睛下半部分的内眼线整个都填满 然后用白色的眼线叶笔画在我们刚刚画的那个眼角的位置 然后就是贴上一副眼尾比较长的假睫毛 再用这个有拉长效果的睫毛膏来刷一下上下睫毛 然后我又用了这个有一些偏蓝紫色偏光的高光色来提亮了一下眼头 这样我们眼妆的部分就画好了 鼻子的修容呢就是要加深一下山根的地方 重点修在鼻头的位置 鼻头一定要修的比较小一点 然后比较圆一点 脸部修容呢因为小狐狸的脸型也是那种比较圆圆的 所以根据我这个脸型只要修的稍微小一点就可以了 腮红的部分呢也是淘粉色的 所以我找出来了一个我一直没有用过的腮红 画的范围呢就是在眼睛周围眼下太阳穴的这个位置 鼻头的位置呢我也是画上了一些这个桃粉色的颜色 因为它的小鼻头就是这样翘翘的红红的 然后下巴的位置我也戴上了一些这个桃粉色 让整个妆容看起来就更像那种小狐狸的感觉 高光的部分呢因为它没有特别明显的高光的颜色 所以就是选了一个我比较喜欢的颜色来画在苹果肌的这个位置 下巴的地方也稍微提亮了一些 重点还是在唇部以及鼻头的这个位置 然后又在鼻子下面人中这个地方画了一些这个桃粉色 唇妆的部分用的是完美日记新出的这个反重力的唇釉 这次的包装我还挺喜欢的 拿在手里比较有质感的感觉 先用03号这个颜色有一些偏玫瑰豆沙色 这个唇釉的质地是那种非常水润饱和度比较高 但是上嘴之后就会变成那种比较雾面哑光的状态 但是又不会特别的干 涂完两层之后可以用唇刷稍微的把边缘过渡一下 就是让整个唇部的边缘不要特别的明显 然后又用到的是这个07号色 一个很好看的水红色 这个颜色后涂就是很有气场的感觉 用这个颜色叠加到唇部非常内侧的位置 然后还是用唇刷把这两个颜色的边缘过渡一下 然后我把唇部上下的嘴角都用遮瑕膏遮盖了一下 这样可以让嘴巴看起来比较小一点 然后嘟嘟的 然后我又用到了一个偏葡萄籽的一个水光唇釉 来叠加到唇部里面的位置 这样可以让整个唇妆看起来更加的有层次感 然后用到的是刚刚我们提亮眼头的那个偏光色的高光 来提亮一下唇部上下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来风般一如池召 酸春长不浪 好了那这个妆容就完成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画这种类似cosplay的仿妆 还是希望你们喜欢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